韩德让向父亲袒露心扉 他与萧燕燕之间的感情坚固 若将来大爷失败 他也相信燕燕会一直陪在他身边 纵然众人都认为李斯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可韩德让却愿意为了萧燕燕失控 韩父得知韩德让的心意 便答应前往萧家提亲 与此同时 男主发兵大聊 前线求主上发兵救援 但主上整日烂醉如泥 压根不管朝事 只一味纵酒杀人 文迅的耶律贤忍不住想到了燕燕 觉得他最适合和自己一起守护大聊江山 也暗自决定去萧家提亲 你是最适合陪我一起 守护大聊江山的那个人 韩匡四代韩德让来萧家提亲 恰好虎骨也带摩鲁骨前来求亲 萧思温左右两难 直接请萧燕燕出来选择 萧燕燕二话不说就选了韩德让 虎骨因此勃然大怒 生气得待 摩鲁骨离开 与此同时 前线打了败仗 纸墨觉得这是上战场立军功的好机会 便私下联络了宗室 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太平王的掌握中 主上想用谋逆罪名制纸墨 却被太平王拦了下来 反倒是借纸墨思通宫女一事发难 叶律贤深知事情不妙 他连忙来求太平王为纸墨求情 纸墨大骂主上夺取了皇位 却不尽一国之主的职责 主上当即大怒 下令将纸墨拖出去五马分尸 叶律贤跟太平王及时赶到 但还是没能平息主上的怒火 主上戳瞎了纸墨的右眼 答应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下令对纸墨行攻行 并打他一百大仗 叶律贤眼睁睁看着奄奄一息的纸墨 被扔出殿外 自己却无能为力 当即急火攻心吐血晕倒 叶律贤醒来后 急忙来看望纸墨 劝他好好喝药 但纸墨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想法 叶律贤只好让妹妹胡鼓点先陪着纸墨 他则遣散了所有人 只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